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段 Street dance has its roots in American hiphop culture which emphasiz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self and the courage to try new things 好 我们来看这一句 Street dance 这个是主词 对不对 好 那这边呢 Have one's root in 好 那这边呢 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片语 那这边 has 是因为前面的主词是 street dance 所以它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我们动词呢 用 has 那这个root这个字呢 它本身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当作名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植物里面所谓的根 就是root 那root这个字呢 它本身注意哦 它也可以当作不极物动词哦 好 那当作不极物动词的时候呢 我们常会搭配一个所谓的介细词片语 我们英文就念成routine 那routine呢 它的意思呢 就扎根 扎根于什么什么地方 叫做routine 所以呢 这边呢 它虽然是名词 但是它保有呢 它的介细词 in 好 所以它说呢 这个所谓的street dance 这个阶纹呢 这个has once root in 那这个have once root in呢 它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have once 好 我们这边用 have its roots in something 好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的起源于什么什么地方 have once have its roots in 好 所以它说呢 这个阶纹呢 它其实呢 起源是美国的hip hop culture 那这hip hop culture呢 就是所谓的嘻哈文化 好了 接下来呢 这边同学要特别注意到是他们这边用的是关系代名词 对不对 引导一个关系子具 但是呢 这边呢 Andy 要特别提醒的同学就是说 美国的嘻哈文化 就是只有一种而已 对不对 源自于美国 从美国那边的那个发起的 所以呢 这个hip hop culture 大家只要讲到嘻哈文化 当然它最代表的指的就是美国的嘻哈文化 所以呢 这个已经相当的明确 好 它指的是有特定的 这个时候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所谓的非限定用法 那什么叫做非限定用法 指的 它就是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线性词 不像我们所谓的限定用法 那限定用法怎么去解释它呢 我们说那边有好多个女孩子 我说 你认识那个女孩子吗 你会问她说 前面那么多女孩子 我怎么知道你在讲哪一个 那个留着长头发的女孩子 在很多女孩子当中 那个留长头发的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留长头发的女孩子 我们就把它限定住了 这个就叫做限定用法 但是这边呢 不是说 有很多的美国嘻哈文化的其中的那一种 它的意思不是这个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JW 源自于美国的嘻哈文化 而嘻哈文化呢 指的这个JW 指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嘻哈文化 它怎么样呢 emphasizes 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JW 指的就是美国的嘻哈文化 而不是指很多嘻哈文化的 那个美国嘻哈文化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好 所以呢这个JW 我们既然知道 它是属于美国的嘻哈文化 来我们注意往下看 在这边当主词 后面的动词是emphasizes emphasizes emphasizes 指的就是基务动词 所谓的强调 强调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的表达 the expression of something 那expression 这个字呢 它原本呢 当作动词 基务动词呢 我们的意思中文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表达 那这expression 就是在后面加上ion 就变成它的名词 好 所以呢它强调这样表达 表达什么呢 the self 所以the self 指的是自我 就是呢 表达自我 把自己呢 心里面想表达的 那个情感感受 把它表达出来 and the courage 还有呢 要表现你的勇气 做什么事情的勇气呢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 courage 后面呢 接一个什么东西呢 接一个不定词 那这边呢 Andy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 这个不定词 片语 其实它这边 当作一个形容词来看 用来修饰前面的courage ok 所以呢 这个我们终于把它翻成做什么什么事的勇气 courage to do something 那这边呢 提醒同学的是要用所谓的不定词 还有呢 去做什么事情的勇气呢 尝试新事物的勇气 尤其是年轻人 不要没守成规 一定要去尝试新的一些做法跟想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句 It began as a way for African American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heir frustrations through dance 好 我们看这一句 It began with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began这个字 当然了它是begin began begone 好 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三态不规则变化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开始 有另外一个开始呢叫做start 它也是开始 那这边的呢 我们说呢主词的另外一个叫做begin 后面再加上一个as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是一开始是什么什么 begins as 一开始呢 它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开始的 所以呢 它这边呢 it began as something 就表示呢 它一开始是什么呢 是一种方式 away 这个way这边指的是方式的意思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对谁而言呢 好 这介细词片是for African Americans 那African 我们知道是非洲 那非非裔的美国人 其实指就是美国的黑人 好 所以它说呢 它呢开始呢 是一种方式 对谁而言呢 对这些美国的黑人 这个非洲裔的美国人而言 做什么用呢 to express themselves 来表达他们自己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个片语有没有 叫做express oneself 好 express oneself的意思呢 是表达自己 好 就自我表达的意思 所以这边呢 themselves 这是一个复数 是呢 这些非裔的美国人呢 他们一开始呢 是把这个街舞 拿来表达自己 就表达自己的情绪 还有什么呢 their frustrations 那frustrations 则是挫折 因为我们知道黑人呢 他们在美国呢 其实呢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不讨论了 所以他说呢 来表达他们受错 那个遭受到挫折的什么呢 的一种方式 所以借由跳舞 把心里面的一些的挫折感呢 把它表达出来 好 借由什么方式 注意哦 很多同学呢 都想到借由 第一个就会想到buy 对不对 但是buy呢 通常后面借由的是方法 那这边呢 是through 则是透过 透过跳舞这件事情 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 跟他们受挫的那种心情 好 所以这边呢 特别的注意到 这个through 在这边呢 我们中文 就把它翻成了 所谓的透过 那注意哦 这个透过呢 它的词类 它呢是个介细词 特别要注意到的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句 the trend found its way to Taiwan in the mid-1980s and has been growing in popularity ever since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片语 那这个片语呢 指的就是 就是这个所谓的 find its way to 这个find its way to呢 如果我们从所谓的 这个字面上来看呢 就找到它自己的路 找到它自己的方向 到什么什么地方 那这个to呢 我们通常后面呢 接的就是所谓的地方 那在这边呢 它用的呢就是台湾 好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呢就可以把它 翻成所谓什么东西呢 就传到什么什么地方 传入的意思 传入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好 find its way 它呢找到自己的路 进到什么地方的路 那就不要这件事情呢 这个事物 或者是这种流行 就传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found its way to 那这边特别提醒同学 find的过去式是found的 ok 好 所以它做这个trend 好 那trend这个字呢 指的是风潮流行的意思 好 那这股风潮的怎么样呢 它就传入了台湾 好 这个边有个时间 副词片语 in the mid-1980s 那注意哦 这边的mid 其实指的是middle 就是中期的意思 这边呢我们写一下好了 好 它是中期 我们叫做mid 那1980s 好 这边要提醒同学的是这个s 在这边呢我们要加s 这个1980的80呢 后面我们要加s 那什么意思 1980年代 其实指的就是1980 一直到1989 那这十年间 我们就叫做1980s 那至少十年 那十年是不是复数呢 所以我们要在后面加一个s 所以呢 它说呢 那它在1980年代的中期 它呢就传入了台湾 and has been growing in popularity ever since has been growing 好 这边用的是一个所谓的 现在完成进行式 好 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因为它这边呢 后面呢有一个所谓的时间 副词片语叫做 ever since 那 ever since 这个呢 那我们来注明一下好了 ever since 呢 我们先看这个since 它原本可以当作连接词 叫做自从 那如果是自从的话 那么我们后面 应该要接上主词 再加上一个过去式的动词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 ever since 呢 它其实 在这边的since 它不是当作一个 连接词 而是当作一个副词 那它这个当作副词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 它有一个同意片语 叫做 all the time since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呢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呢 自从什么什么的当时 那个时候起 好 这个我们就自从 当什么什么时候起 那通常呢 是指的 曾经前面 曾经提过的一个时间 好 所以呢它就说了 自从呢 那个时候起 since 是什么 1980年代 也就是说呢 1980年代的中期 这个风潮呢 引入了 传入了台湾 从那个时候起呢 has been growing 这件事情呢 一直在成长 注意哦 什么东西在成长呢 好 它说呢 trend这个 也就是说呢 街舞这股风潮 所以the trend has been growing 好 这股风潮呢 一直在成长 而且现在呢 还正在成长 好 在哪一方面呢 好 这边有个阶系词 叫in popularity 那 popularity 这个字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形容词 好了 它的形容词呢 叫做 popular 那popular 那popular这个形容词呢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受欢迎的 那呢 我们把它翻成 所谓的名词的话 就popularity 变成它的名词 我们就把它翻成 受欢迎的程度 所以呢 它在受欢迎的程度 这方面 它一直持续在成长 而且呢 还正在成长 所以has been growing 就是从1980年代 一直到现在 比如说 Andy的学校的一些高中生呢 现在呢 他们有热舞社 热舞社 他们的表演 舞蹈的表演 真的是很精彩 它其实呢 也是有一点点 是街舞的形态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起呢 他们在哪一方面呢 就是呢 在受欢迎的程度上 一直在成长 也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起呢 他一直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那当然啦 受这种街舞呢 受欢迎的一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像Indy呢 这把老骨头了 大概呢 转也转不动了 那个跳也跳不高了 所以呢 这种事情呢 就留给各位年轻的同学去做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 就讲解到这里